二狗拿玩具枪把人打成八级伤残 最终惹怒狠人把二狗一家全带走 上级说道我看着医院的伤情鉴定报告 气得我当场要了 我拿着报告就去找了物业 物业看到后也是一脸的无奈 我都说要看好这熊孩子现在果然惹了祸 别说了 你把这监控给我拷贝一份 随后我便拿着伤情鉴定报告和监控视频 去警局立了案 后面我就和警察一起去找到了二狗家 可无论警察怎么询问熊妈 熊妈都说 我儿子今天在家泄了一天昨夜都泪出我们 你们别什么事情都往我儿子身上推 我们都看监控视频了 你儿子已经涉嫌故意伤害罪 对方已经立了案 熊妈顿时傻眼了 立马改口说道 我们愿意赔偿一万块钱死料总可以了吧 我不需要你的赔偿 必须让他负刑是责任 别别别 最多有反错的时候吧 再说你女儿不就一个眼睛砍不见吗 还有另外一只看着剑呀 我听到这话瞬间火冒三丈 这次绝对不能饶恕 谁知道他下次去祸害什么人了 就连旁边的老王也不吃他那一套 他还只是个孩子啊 所以千万不能放过他 随后我便说 警察同志 我不接受和解 这时熊孩子也在外面溜达回来了 警察看到熊孩子后便转头询问熊妈 你这孩子多大了 我儿子仅仅才打水 我都说他还笑不动死了 顿时警察就愣住了 然后转过头对着我说道 他 他这孩子未满十二周岁判不了刑 此话一出众人瞬间都愣住了 熊妈瞬间换了嚣张的脸色 儿子爹爬过来跟叔叔们搭个着火 我一脸的疑惑说道 警察叔叔这是要怎么处理 他孩子小 免于刑事处罚 你们自行协商 或者你也可以起诉他们 听到这我瞬间气炸了 这时熊妈瞬间恢复了无赖的样子 扔了一万赔偿款给我 从那以后熊孩子在小区里更加是肆无忌惮了 邻居们也只有才打得笨 那天我接着女儿出院 回到小区就碰到了熊孩子一家 大妈看到我便数落了起来 哟 则死冒人吗 魔紧都戴上了 闭嘴吧 你嘴上能不能记点得 你这么说法 那你女儿住院匪 阴阳匪 客都是我主的 监导人人也不知道搭个着火 这时熊孩子说道 妈妈我想把他另外一个眼镜也打掉 听到此话 我当场吓尿了 急忙拉着女儿往回跑 隔天我就决定先搬出去住 生怕女儿受伤 随后就掏出手机 在网上发布 把这个房子租出去 没过几天 就有两个看着穷凶极恶的大哥 来找到了我家看房 我说到什么都没过 这边没过来 吃了